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生已过 所有幸福和忧伤 所有痛苦和喜悦 所有酸甜和苦辣 都是生活的必选项 渐渐地不再那么多愁善感 不再呈现朝夕得失 面对生活多了一分来自岁月的顺从和敬意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庄子说 安时而处顺 哀乐不能入眼 人到周年才知道 后半生最舒服的活法就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养生养心 近几年 病态养生热 大肆祈祷 一边忍不住熬着最贵最深的夜 拒绝不了各类垃圾外卖 间断性暴饮暴食 持续性自虐 一边不离手的枸杞保温瓶和医学养生书 停不了的保健品和养生仪器 处处小心翼翼 放纵欲望时没有节制 过度保护又没有原则 庄子养生道理说 圆都以为精 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 可以养亲 可以尽年 意思是 人们必须顺应自然 合理处理人与外物的关系 不要拼命追求外物 就可以保护生命 保全天性 可以养护精神 可以尽享天年 不勉强 顺其自然 有节有度 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享年97岁的国学大师纪献林 谈及养生之道 就直言 有三不主义 不挑食 不过度运动 不嘀咕 他提倡对待自己 要合乎科学规律 顺其自然 回顾纪献林的一生 有顺境 亦有许多坎坷 更遭遇过非人的待遇 若非顺其自然 修身养心 很难想象 他能有如此高龄 懂得顺其自然的人 克制自己的欲望 科学有度对待自己的身体 健康自然常在 而违背生理的自然规律 用力太猛 实则是对健康的伤害 顺其自然 安而不乱 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结出果实 不是每一条河都能奔流到海 不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事事顺心 事事如意 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 人活一世 难免会遇到大起大落 学会顺其自然 才能做到安而不乱 宁静自在 王阳明就是如此 出生书香世家 自幼读书 却科举落地 而后 好不容易步入仕途 却因直言尚书 被仗庭四时 下诏狱 出狱后 他被贬至贵州农场 做一个不入流的小吏 一路上他躲过政敌派来的好几次刺杀 千辛万苦 历尽艰难 才逃到农场 当时的农场是个令人生畏的蛮荒死地 地处偏僻 战力丛生 交通不便 多少人有来无回 命丧于此 但王阳明没有一丝埋怨 随遇而安 面对困难 反倒有了一种从容 没有地方住 他亲自动手搭草棚屋 草棚一到下雨天就湿湿的不舒服 他便住洞穴 后人称之杨明洞 水土不服 三个随从病倒了 王阳明就自己照顾随从 给他们做饭 唱歌 讲故事 没有粮食 他便自己下地种庄稼 还把汉民族许多先进的农耕盖房的技术带到了那里 王阳明后来回忆 我来农场两年 也被账毒侵害 但我却安然无恙 这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 乐观的心态 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悲悲戚戚 抑郁哀愁 人生艰辛曲折必然 顺其自然 活在当下 便能在诗意时多一分坦然 遇事时多一分泰然 王阳明说 随遇而安 随心所欲 而不余局 凡事看淡看开 顺其自然 不苦苦纠缠 心就安了 顺其自然 清风自来 杨将说 一个人不想攀高 就不怕跌倒 不用轻扎排挤 可以抱起天真 成其自然 潜心一致 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人生犹如爬山 你一直抬头仰望着山顶 反而走不好脚下的路 心无杂念 顺其自然 才能踏踏实实 着眼于当下 杨将一生沉迷于文学创作 潜心钻研 书出过不少 却极少做无用的宣传 哪怕出版社 有意请他出山 他也会言辞拒绝 我把稿子交出去了 怎么卖书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他不想与任何人争 也不屑于人争 他称自己是一滴清水 而非吹泡泡的肥皂水 只做力所能及之事 不争高于自身的虚妄功名 在意的事少了 纠结的欲望减了 做事的专注变多了 事往往就成了 所以杨将先生在96岁高龄时 还能思路缜密 内蕴激情 助有走在人生边上这样的佳作 老子曾说 富为不争 古无由 然而生活中 我们总是喜欢争 争功名 争财富 争面子 事实上 你越是争 你越是在意 失去了一颗赤子之心 做事不纯粹了 反而更容易失败 顺其自然 倒成了最高明的谋士之道 清代大臣左宗棠一生 不按权力斗争 不拉帮结派 只埋头做事 比起李鸿章极尽官场之谋术的手段 左宗棠更追求如何把事情做好 两个人最后取得的成就也就不尽相同 左宗棠力挽狂澜收复新疆 成为了后世人人称赞的民族英雄 而李鸿章却几乎身败名裂 放下无用之争 对身外之物多一些顺意 对自己的内心多一些敬意 对应做知识多一些专注 人生的路才能越走越宽 凡事别想太多 顺其自然 清风自来 惠律陈诗曾说 心之所至 心之所安 尽其在我 顺其自然 想自己所想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追随本心 不刻意强求 才是最精妙的为人处事之法 生活时难 千万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得与失 悲与痛 与其挣扎难过 不如学会一笑而过 干不完的工作 放一放 接不完的应酬 缓一缓 缓不完的人情 停一停 生不完的闷气 歇一歇 正如赫尔曼黑赛所说 一切顺其自然 别问能收获什么 愿你后半生 时时有一颗咸心 看亭前花开花落 有一份义曲 望天上云卷云疏 一直往前走 别往后看 顺其自然 内心就会逐渐清朗 时光越老 人心越淡 常怀宽容感激之心 感激你的朋友 是他们给了你帮助 感激你的敌人 是他们让你变得坚强 与朋友们共勉 为了可以更好的与大家互动 现在深夜读书已经在Facebook开设了粉丝专页 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去添加一下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